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弟子们分别讲述唐诗故事 看看哪一位小学生能率先打出诗名及作者 或者能够背诵出其中的两句诗句 小朋友们可要仔细听好了 这个风雨雷电在古时候没有科学的解释 而其中雨是诗人们最爱的一种感觉 特别是萌萌细雨的时候 诗人特别容易诗性大发 团团 给大家讲一段故事 来 这天正好是清明节 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 有个赶路的人 孤孤单单的淋着雨 像丢了活儿似的 那个人远远地看见 远处有一个骑着水牛的小孩 他就走过去问 小木桐 你知道附近哪里有酒家吗 小木桐指着远处的杏花村说 在那里有一个村子 村子里有很多酒家 好 谢谢我们的初期小考官 谢谢 谢谢你 题目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是要猜这首古诗是什么 抢答开始 王亦菲 王亦菲 今天这家杜牧我知道 王亦菲 常待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遇断魂 千万九家何处有 木桐摇指新花村 回答正确 自己王亦菲 加上一分 好棒啊 这首诗我昨儿讲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差错 第一句 说清明时节遇上瓢泼大雨 首先在春季下瓢泼大雨的机会 就不是很多 特别是咱们中国的气候特点 在清明时节一般下的 是毛毛细雨 而只有细雨的时候 人的感伤愁思才会涌上心头 孩子们 刚才你们啊 诵读得很好 一个错字都没有 但是你们能不能 读的时候速度稍慢一点 我们让陈姨姐姐给你们做个示范好吗 你们听 好不好 清明堂杜木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摇指信花村 好 这样一进马上就出来了 酒屋 酒屋 你来 秋天是个五复苏的季节 李白爷爷很喜欢这个季节 小雨很喜欢这个季节 晚上下起了小雨 一点声音都没有 李白爷爷是竟然听不到 白天 李白爷爷看到小草上有露珠 这才知道 昨天晚上下过小雨 要是他没有看见小草上有露珠 他还不知道 昨天晚上下过雨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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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想答开始 春夜洗雨肚骨 慢慢说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 润雾细无声 回答正确 来为李英明记分 刚才我的徒儿 一直在说李白爷爷 这个好像不是特别正确 这个黄先生您是怎么教的呢 关键是我的徒儿 对李白和杜甫太过热爱 而且呢 好像里面还有点错误 季节性的错误 整个这首诗啊 连题目带诗文 有两个春字 所以它不是发生在秋天的事情 下面谁来 请 外面下着小雨 诗人 路过一个小山村 村里的一两户人家 院子里传出来几声 鸡叫 有一种快木板横在小溪上 倾斜着 当作一条小路 给人们过河走路 姑姑婆婆们相互呼唤着 约好一起出门 去给家里的长宝宝们洗澡 我就安静地坐在院子里 看着美丽的枝子花 静悄悄地开放 谢谢大家 你们猜猜吗 我这位徒儿啊 对麦克风的运用啊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技巧了 该出生就出生 声音有大有小 你们要听好 远近游人 究竟是哪首唐诗的名字作者 其中银送两句也可以 抢答开始 哇 旅过山村 你看这是谁 好 来 王毅飞 王毅飞 旅过山村 旅过山村 唐 王剑 好 别着急慢慢读啊 好 别着急慢慢读啊 逐西村路板桥侠 复夫相患 欲残去 闲盼中庭 知此花 回答证据 哇 好棒啊 为王毅飞加一分 刚才我的这个徒儿啊 在讲故事的里边 有一点点小错误 有没有听出来 听出来了没有 她说呀 这个 李英灵听出来了 你说说 春间的女孩子互相呼唤 要给残宝宝洗澡 这话错在哪了 这话是 是去养残 欲残是选残宝宝 下面要出场的是 我今天来到现场 唯一的男弟子 上 我今天为大家 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小朋友要留心听哦 春天来了 到处都是小鸟的叫声 草绿了 花也红了 风景可真漂亮呀 小山春里的 每一个小酒馆门前 都有小妻子在随风飘动 看起来很美呀 我听说在古代的时候 南朝的皇帝和大官 都特别信仰佛教 所以建立了好几百座寺庙了 如今全都被 被烟雨笼罩住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小朋友 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故事吗 好 谢谢处题小小宝官 谢谢你 好 抢答开始 夹南春渡墓 你看 太激动了 也不是好事 夹南春渡墓 夹南春渡墓 好 王子人 能不能 应您背两句 夹南春渡墓 千里阴体绿药红 水春山坡脚齐风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烟雨涌 回答正确 在本轮读唐诗的欢节中 王亦菲和李英宁小朋友 分别打对了两首唐诗 他们二人都可以获得 十秒钟额外的奖励时间 王子孝然小朋友 可要加油了 一千三百多年之前 唐朝的雨飘到了今朝 今天的主题是雨 一起来听一听 六神雷雷对于 雨这个主题的解答 从我们中国 一有诗歌开始 我们的诗人就在写雨 唐朝的雨可以说是 五光十色 气象的强 也就是说滋润的雨 有一位大诗人 韩玉就写 天间小雨 润如苏 他说这个雨 好像苏油一样的润滑 是不是很美 再如空灵的雨 大诗人王维就说 空山西雨后 天气晚来秋 还说这个山里边刚刚下了一场小雨 让这个本来就特别凉爽的秋天 变得更加的 艺人了 那在唐诗里边 关于雨的名篇可以说是 数不胜存的 诗人们 你追我赶的写 关于雨的好事 你比如孟浩然写出了 夜来风雨 对不对 那么王维就写出了 未成朝雨 李白写了 桃花带雨 李商隐就写出了 红楼歌雨 那就不往下去了 实在是太多了 于是问题 谁是唐代诗人里写语的第一高手呢 这个问题啊 没有标准的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那就是八个字 李家日月 杜家风雨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呀 李白写太阳 写月亮 写得特别的传神 而为呢 写风 写雨 写得特别带感 比如我们杜甫就写出了 唐代理 我觉得最欢喜 最开心 最让人激动的一场雨 那又是春夜夕雨 你看杜甫怎么开头的 豪雨知识节 大雨春暖发生 开门见山告诉你 这是豪雨 不但雨好 而且下了十节以后 知识节 在春天的晚上 是痛快淋淋的下来 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咱们的雨已经看不着了 可是你看见的是什么呀 是一片滋润的大地 是一片紧旧的河山 杜甫还 还能写出唐诗里 我认为 最悲伤 最心酸的雨 比如有一首 同样特别出名的诗叫 毛屋为秋风 锁破歌 床头乌漏 无干处 雨角如麻 雨断绝 就是说 他家床头的被褥 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 简直就没法睡觉 杜甫自己的脚 因为下雨天凉 疼得像要断掉一样 但是 不只是伟大的 哪怕是在这样的晚上 他想到的不光是自己在受苦 他还想到了别人也在受苦 安德广上千万间 大批天下寒事 具欢言 风雨不动 安如山 什么时候能有千万间房子啊 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够住进去 风雨都不能动摇 这是不死的愿望 他还说 如果有这样的房子 哪怕我 杜甫不几美 五如毒破受冻 死一族 我自己的房子毁了 破了 我自己冻死了 我都心甘情愿 这个就是凶巾 那今天 为什么我们喜欢堂尘 为什么我们尊敬杜甫 我们从这一场大距离 就可以找到答案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六神雷雷 我们的唐诗呢 穿越千年 但是呢 至今依然闪烁着它迷人的光辉 通过唐诗呢 我们可以感受古人的生活 可以看他们如何借物研制 也希望小朋友们通过这样的环节呢 都能够爱上唐诗 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心火相传下去 那么我想呢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现在呢 一定是陶醉在这个唐诗当中 别着急啊 一定要拿起手机 微信摇一摇 参与我们实时发布的互动答题 答题答对了 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精美玩具哦 亲爱的朋友们 快乐大巴继续前进 快乐大巴 无法大巴 无法大巴